一张张的黑函 连连指控台东县政府的焚化厂仲裁案 暗藏弊端 对连日来县议员林参天的指控 台东县政府无法再继续忍受 10月14号不仅召开记者会 一一澄清 也痛斥林议员以这种污蔑的手段打选战 令人感到相当的不耻 那在这个仲裁的过程 同仁相当的辛苦 我们找了非常多的资料 想尽办法找出我们在仲裁品当中 怎么样来打赢这一场仗 这么努力的成果 你把它变成好像 我们什么事都不做 上前入国 谁在上前入国 谁在为台东做事 你为台东做了什么事 你的服务处里面写了终结文化厂 你为什么不终结文化厂 你为文化厂做什么事情 你要终结文化厂 为什么后续已经解决了 你还在一再的污蔑 我们心在一再努力的 是让台东进步 让台东改变 让台东变得更好 你为台东做什么事情 只会吵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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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为站在先入我的立场 我非常不服气 不能有这样的污蔑的手段 让台东退步 做这种事情我认为 你应该为台东道歉 为宪政务道歉 有的首长是因为中央没有管道 可以去努力税务 因为其他方法可以改变 那有的首长是说 不要碰他这太麻烦太扶杂 但是我觉得这个仲裁下来判断 我们就一个利弊分析之后 我们房县长非常了解这个事情 对台东影响的严重性 因此马上就带着我们团队 我也是从其中一分子到环保署 那亲自他县长又到行政院 向中央争取到这一笔 确定财员的兼费 为我们解决了财政的问题 解决了环境的问题 符合民众期待的一个很难的一个政策方案 他没有逃避 因为这不是他签约的 也不是他签约推动的主要政策 但是他愿意带领我们团队 去面对问题解决问题 选举将近选战乐趣百热化 但是民众想要知道的 是参选人未来的愿景与希望 而不是无谓的政治口水与手段 东台新闻范耀玲 在台东市的采访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